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是我的老婆 她正在跑步锻炼身体 旁边的是我的儿子 我是爱笑游戏 现在我要去上班了 同事们早早的到来 已经在门口站岗了 我进到办公大楼 打卡签到 正式开展今天的工作 我首先来到旁边的看守所 准备清点里面的人数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人可以直接穿过铁门 为了防止犯人逃跑 我必须将这个安全漏洞 上报给领导 汇报完工作之后 我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开始一整天的工作 正在我兢兢业业工作的时候 一伙歹徒抢劫了超市 这一片可是归我管辖 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我立刻赶往现场 我迅速出警来到超市 将抢劫的嫌犯 积拿归案 我们这里一日三餐 包吃包煮 祝你生活愉快 就在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 有个小偷出现在了城市公园 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身为城市正义的守护者 我任劳任怨 应该就是这里了 小偷见了我 拔腿就跑 而我也经过严格的训练 每天十公里的跑步 这小偷哪里是我的对手 站住 不许动 把手举起来 我们顺头摸瓜 抓到了他的同伙 今天收获不菲 办成了两件案子 分别是抢劫案 以及盗窃案 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圣诞节 屋外大雪纷飞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我也要回家陪伴妻儿 当我回到家时 妻子早已准备了 热气腾腾的饭菜 女儿也已经放学回到家中 瞧多么温馨的家庭生活 我是爱笑游戏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